哈囉 大家好 今天是11月4號 禮拜四 然後現在是早上 洗點多 然後我現在在丹麥一個 很有名的噴泉的地方 它叫做 蓋芬噴泉 大家有點吵 所以我 不曉得你們聽不聽得到我的聲音 看到這邊嗎 它是一個很大的噴泉喔 是丹麥這邊最大的噴泉 哥本哈哥最大的 然後可以看到 它是一個女神 這邊是一個女神 然後牽了四頭牛 看得到四頭牛嗎 有沒有 四頭牛 然後據說是 哇 水一直噴過來 好 我離遠一點 據說是 就是以前丹麥還在瑞典實名的時候 然後瑞典國王就跟這個 就是這個女神說 你一天晚上可以 離多少田 那這些田就是 屬於你的土地 就是可以離多少地 那就是屬於你的 所以他就把他四個兒子變成牛 然後就拼命的離 然後就是今天哥本哈跟這個西蘭島 然後我覺得這故事還不錯 所以覺得今天就 等一下去搭飛機 然後特別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哈哈哈哈 你看 這是四顆牛 四頭 然後旁邊有一個教堂也蠻漂亮的 它叫做 St. Albert Church 但他們家長太多了 所以我都不知道他們的故事是什麼 然後今天是在哥本哈跟的最後一天 非常喜歡的地方 還有這裡的人 我覺得我應該會再回來 那最後就以這四頭牛 特寫做結束 掰掰